來開抽阿明的帳號 阿明跟我說可以來幫他抽一下 這一期的賓士AMG GTR 然後他的車現在F8 NSX跟720S M8 都還是有一些車有缺一點ECU 但缺的不多 所以我們主要還是把目標放在AMG抽滿就停手 如果有歪到有補坑的車就好 沒有歪到的話那就爆掉了 就也沒辦法了 來了先把禮包都買一買 再次跟大家講一下 理性消費瘋狂課金 感謝阿明的330沒問題 哇賽 幫忙抽還有donate可以賺太棒了 謝謝明哥 21萬鑽石這邊直接來開抽 看一下我們這一期能夠花多少鑽石就 迅速的把這台拉滿 能夠抽中越多台就越省了 就直接開始 感謝明哥 讓大家有這一期的影片跟實況可以看 然後 我自己個人認為應該是 就是連中五台 然後換一台出來 輕鬆收手 有囉 第一台 抽車就是這麼簡單 哈哈哈 哇 OK 小草代抽 有夠輕鬆 來囉 第一台第一台 先拿一台 然後我們先拿一台 鑰匙都還沒花完 我們的目標就是6滿 我們的目標就是6台都抽滿 然後就收手 這就是我們今天抽這個 賓士AMG GTR的目標 他一樣啦 他一樣的機率是 抽到極限組的時候有 75%的機率 中這個賓士 來了 第二台 正常啦 這把救命也那麼好中 然後那麼好中 你滿級 這最可怕的就是這三個字 看到他 就覺得好像丟水溝 但是他至少有這個保底 那現在是 二中一 但是我們這抽這個車其實 基本上我們只要多 啊 就是這麼easy 小草帶抽 有夠輕鬆 哎呦突然又出了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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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台兩台 okok 突然就中了 來來來 3中2 3中2 可以啦可以啦 我覺得這個 今天的量已經回來了 我們現在又可以換一台 已經有3台了 3中2 再來 來 哇塞 黃色的 Evolution 三代 哎呀 4中2 剛剛那台 怎麼一下就中了呀 天啊 跳過跳過突然就中了耶 我還來不及 還來不及做個什麼效果跟反應耶 就只有 沉浸在那個快樂的氣氛當中而已 鑰匙包也有買了 鑰匙包瞬間就花完了 然後 現在要來抽第五台 4中2 第五台 哇塞 mini 滿街了 我覺得要抽mini是真的可以找我耶 天啊 我的mini是很常中耶 ok啦 ok啦 至少mini 是可以補動的呀 阿民 我們的mini是可以補動的 5中2的機率 我覺得還算 還行嗎 但是要是5中3的話 我們這裡是 發財了 拜託 那我們來個6中3吧 沒錯 感謝阿民的330 就是這台了 綠色的 來了 哇 完了 6中2 GG率逐漸被打正啦 啊 可惡阿 不能開高走低耶 欸 你們真的是莫忘大牛 我那時候是10中1耶 天啊 好可怕喔 至少我們前面先開高有沒有 我們這拉一個曲線 尾盤的時候再拉高 對不對 來了 賓士來了 3中7 各位 綠色了 哇塞 呦 又是 不是不是 好像跟剛剛不同車 我們剛剛上一台抽到什麼 拜託 發中2的話 我們的機率就被打回 打正了耶 直接打回翻間耶 不行啦 極限組的吧 來一個吧 發中3不虧 我們現在可以換兩台 發中3不虧 打正是正常的 沒有沒有 打正是不正常的 煙火來了 各位 綠色的 賓士 MG GTR 沒事沒事 別緊張 來囉 哇塞 又是H 哈哈 看到這個H都會怕耶 天啊 9中3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9中3我也是可以接受 畢竟大牛我是10中1啊 我記得大牛是10中1還是11中1啊 可以啊 9中3也是可以接受的 速抽流來了 哇塞又是靈魂 欸 不是 抽到同步的車怎麼機率這麼高啊 天啊 而且都沒有極限組的 哈哈 阿明還在嗎 阿明 阿明應該 剛剛出吧 我們就重兩台耶 天啊 要讓神明記一下 先讓他記一下 他剛剛忘記了 這台車長什麼樣子 OKOK MG GTR來了 記一下記一下 好 順便把我們剛剛那個 時間洗掉了 喔 連續一直點的話很容易抽中一樣的車啊 就現在了 這個時間點要出 要出這個GTR我感受到了 來了 綠色的 冰式 有囉 有沒有 我跟你講抽車不能一直按一直按 抽車一直按會爆炸 OK 10中3 OK啦 10中3還是高過平均值的 然後我們剛好呢就可以把他換滿了 10中3OK啦 這的話我們可以換3台 來了 這換3台 1台 2台 他剛剛lag了一下嚇我一跳 3台 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滿改的 AMG GTR 然後 改裝的話我們就直接拉滿了吧 這個零件是拉得滿的 然後呢 這個ECU呢 好 我們就直接拉滿了 我來了 哇嗚 無時無華的升級 這個升級 不是那麼容易 一般的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按到的 來測試一下滿街 GTR能跑到多快 一樣呢 如果你有想要儲值的話 都歡迎找置領連結的職業 報銷介紹還有額外的優惠 一單儲值可以省好幾百 來了 先試第一場吧 我們先試一下第一場 滿改跑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然後改裝的話我一樣是用21232 他現在這個滿改的提速 讓我覺得 他打正的那個力道 快很多 然後彎道的提速又突顯 彎道的提速是直接又加強 這裡的速度是快超多 OK 這裡要多拉一點 因為他速度變快 哇嗚 我們先第一場先直接跑完 體驗一下滿改的感覺 滿改不會不好開這台車 就是整體全部加強 全部都往上這樣 哇這裡拉多 拉多的速度也沒掉 喔AYC 然後版本 拿下手殺 AYC 再AYC一次 我們要衝上天啦 OK OK 150 過來 AYC 喔 喔 哇 剛剛那個沒點號 讓他打滑了 然後點過來 我們這裡少一點點 看一下跳波的穩定性 OKOK 平轉往左點 哇賽 欸 這車比GT快超多耶 雖然我每次都拿GT去當那個基準 但GT至少是一線跟二線之間的車 喔他不算在一線了 就是一定是一線的車 這台車就是一定是一線而且是偏強的車 這很快耶 接下來的話我再認真刷一下吧 主要是 關 在漂移狀態中的抓地 他的彎速 你這動作太驚人了 OK 然後這裡 滑過來 有沒有 這種操架手法其實都可以用 甚至我覺得差不多快 我覺得差不多快 然後過來之後 可以抓 130都還嫌少耶 他可以瘋狂回速耶 好狂喔這車 然後一樣起跳 剛那邊到現在至少賣了大概半秒左右 然後AYC 前面那個拉法還沒有到很快 但是已經是很快的 成績了 因為這張地圖我也有 這帳號我也有刷了一下 所以那個成績是可參考的 前面那台拉法是可參考的 回撐一下之後過來 玩到回速很夠 這裡一點過來 滿街的 MG GTR在這個跳波也是偏文 完了轉不過 尷尬撞了一下 3-4耶 各位 3-4耶 跑好一點就3-3 這場至少有1秒的誤差 是可以提升的 他多彎道有15 這車真的很強 一定比P1強 我覺得他一定比P1強 可以到3-3 好像不拿很可惜耶 現在這車評價又換耶 好像不拿有點可惜 今天你抽MG GTR 然後換 86或者是蓋拉多 這台彎道沒有什麼容錯率 不會啊 這台彎道容錯率蠻大的呀 然後之後的版本又比較強 滿街賓士GTR 來了 開放電腦 走起各位 喔 可以啊 第一人車開一下 開一下開一下 看一下那種 哎呀呀呀 畢竟我之後也是要開真車上路的 先了加油 體驗一下 AYC 哇賽 他那裝很帥 哇賽好好看喔 這個原裝 等一下測完 等一下來跑完這個實戰的 MG GTR 我們可以來跑一下 P1的滿街 在我習慣測的那張圖 跑起來的成績怎麼樣 但是一張圖測沒有到很準 當然是有一個滿好參考駕駛的 因為這兩台車的 相性是差不多的 真的好看耶 可是我好想要把他改油車喔 OK 兩次的AYC 然後這種圖跑起來 對於 MG GTR 都很舒服啊 拉紅飄什麼的 拉綠飄你看 這彎束 這彎束這綠飄 對不對 超讚 來試一下版本 好像不太行 這個圖 MG GTR還是綠飄就好了 哇 這彎束太高了 一打就進去 哇 不能 不能降那麼多 這車彎束太高 抓滴滴太好 我反而不太會開 真的 我反而不太會開 這彎不能撞 沒有啦 那是那個 顧家迪的跑法 顧家迪的跑法 這個再點一下 哇賽 170出彎欸 上路也可以撞牆過彎啊 只是只能撞一次 哇 這個穩定性 可以啦 可以啦 哇 快啊 很香 這車跟6-3哪個手感好 這車好太多了 6-3沒得比 噢這次改版改超多東西欸 我還沒有仔細看改了什麼 明天等到我們有那個 直況框框的時候 再來帶大家一起看一下這次的改版吧 我給你撤M8嗎 好啊 等一下看一下M8 對家化了 BNW M8的懸吊幾何結構及動力系統 解決了出彎打滑的問題 手尾撞下出彎打滑的問題 讓車輛在表現操控上更加穩定 就是我之前最早撤M8的時候 不是跟你們說M8出彎的時候會發瘋嗎 就是改的那個 蛤 哇賽 可以啊 沒想到賓士 抓了回來 這裡 沒刻到 哇賽沒刻到 嗚呼 紅飄快拉 綠飄提速 可以啊 哇 降的不夠多欸 我以為這個紅飄我可以拉到 整個速度剛好夠 欸 斷飄了 啊 斷飄很可惜 啊啊啊啊啊 不要招勁 可以晚一點拉手煞車了 OKOK 跟人家路線都不一樣 欸欸不要怕瘋 哈哈 跟人家路線都不一樣 其實這樣還有打算充滿嗎 有 但是我們先開明哥的 我們先開明哥的滿街GTR 這車有 我覺得他算在極限組裡面 應該算前三好開的車了 比較好開的車三台 我現在跑起來應該是 GTR MG GTR 跟 福特GT 還有 麥阿倫P1 這攤台是我目前覺得 手感應該是 我跑起來最好的 接下來的話 可能是拉法 然後再來是大鈕 我指的是 T1級別的車 這些車都是 快的車 我拉一下手煞 哇太早拉 測彎數太高了 好多拉法 亂開了 直線上你可以感受到明顯還是輸拉法不少 明顯還是輸 明顯還是輸 這圖直線太多了 沒辦法打贏拉法 真的不行 這關居然可以100 居然可以150 160過